各位企业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定型技巧的脚步定型技巧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本图的收官定型呢 也是要需要相当的基本功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地方呢 飞汽该如何定型最佳 好 首先呢 大家想到的呢 可能是这个扳呢 应该是比较普通的着想 那么白棋呢 把这个补活 然后呢 黑棋扳一个白棋来做活 这样的白棋呢 虽然只有四木棋吧 但是他以后啊 他这个棋 他以后加过来这个棋很大 就是这一点呢 这个黑棋很不满意 因为这样的话 黑棋以后自己要在下面成空的话 就很难了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一点啊 这个补活啊 这一点补活是比较冷静的 如果他吃的话 这个没必要 因为吃的话 对方 这个黑棋 这个就是先手的 那么这样白棋就不太好啊 因为以后呢 这个有个左右同行士气中的这个好手 这样的话 白棋的死活都成问题 就是白棋 白棋就要补一个 否则的话 这个让黑棋走到之后呢 白棋这块就要被吃死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叫冷静不活 那么以后呢 就在下面有个二路的加 好 另外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比较平凡的下法 就是 你不是说这个二路加很讨厌吗 那么我就从这个方面来收束啊 就先手把这个挡住 但是呢 这个棋 让对方糊涂之后呢 这个以后啊 因为黑棋 这个 这个斑不是先手 因为黑棋 白棋已经活得非常干净了 所以这个斑呢 黑棋不是先手 那么既然 白 黑棋这个斑不是先手 那么以后白棋就 没有可能会搬到这个地方 啊 或是你 应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 呃 黑棋在下边是先手给挡住了 但是左边这个就不得不忍受对方的先手办啊 这个也是很痛苦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就是能够把两边的都收束到呢 啊 就是把两边的这关子都收束定型呢 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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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和熊掌都想兼得啊 实际上在这儿呢 还是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 呃 逼迫对方 在 逼迫对方做活的方式呢 可以 两 两个地方呢 两点都走到 比如说呢 现在点方呢 是要点啊 这个 你大概呢 本手肯定是走这个 因为走别的地方都无济于事啊 你走别的地方 别人都把你这个断掉 啊 走这个呢 也没用 走这个之后呢 他也可以把你给断掉 那么你还要 呃 防止对方来吃你 啊 那么 这个 这个就变成是死棋了 所以呢 这个 呃 唯一的一手棋呢 是 唯一的一手棋呢 就是顶住 顶住之后呢 他呢 往里面长 啊 这个也是好手 然后呢 这个棋 他就只能够接住了 然后呢 这个 飞棋呢 就顺手呢 就先手走到了下边的挡 这个时候呢 他为了做活 也只能够吃这个 因为 呃 下一手 你如果不走 飞棋就吃白鸡的盗扑了 所以呢 只能走这 走这儿的时候呢 呃 飞棋就算 他就 啊 逼迫你 就做活 啊 你这个棋呢 呃 因为啊 不走的话 就是一个直三 所以呢 还要提吃一只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 黑棋就大获成功了 因为他在逼迫这个白棋 做活的同时呢 既先手走到了 下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挡 又先手走到了 脚上的斑 啊 虽然这个白棋 成是成了五木 但是呢 这个两边的黑棋 都走到了啊 收货是 呃 大大的 就是比刚才那样 除了关子 便宜好多木啊 这不是一木两木的问题了 好 那么这个定型啊 收官呢 也呃 也是很巧妙的 好 下面呢 呃 我们通过这个图呢 就联想图一个 类似的图啊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这也是在实战中的 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 这个棋型 在这种局面下呢 最为普通的下法呢 就是翻一个啊 但是这个让对方接上之后呢 对方活得非常干净 而且以后呢 如果要算木的话呢 大概是 呃 是这么算 这么算的话 这个 他有七木之多啊 白棋的脚上有七木之多 那么是 能否有一些小技巧呢 能够压缩 这种白棋的空呢 这种棋呢 同样点这个呢 是收官的手机 啊 这也是我们 这个棋验里面 经常提到的 三子正中的要点 那么 同样的情况 你这些虎 让对方断了之后呢 都 两边都不入子啊 或者是这个 都一样 所以呢 这个棋呢 你只能够 走 这个 就是正招 等会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 黑棋 白棋街的这种 招法 呃 走了这之后呢 这个 黑棋 他也算了 他也不到处乱动啊 他就直接搬一个 现在搬 你就这个棋 你就挡不住 呃 现在这个棋 你肯定是不敢挡 是吧 挡了对方 就不叫双吃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大概只能够在这儿 在这儿叫吃呢 就是本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黑棋呢 已经获得便宜了 因为黑棋 以后不走的话呢 白棋 他也不敢 啊 白棋 他也不敢 站这个 啊 这个 呃 黑棋如果 大概以后 这个地方的 这个收官定型呢 是黑棋把这个接上 然后呢 白棋把它给提掉 然后黑棋在这儿叫吃 就是这样的话呢 大概是呃 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脚上的白棋的木呢 是五木 就比刚才呢 要少了两木 也就是说 黑棋通过这一点 呃 然后再搬 这个交换就已经呃 获得了两木的便宜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呃 是不是啊 这个他接了这个粉 这个该怎么办啊 他如果接这个的话呢 那么这个黑棋就直接了当的 就把它给断掉 就是啊 这个要注意 这个脚上这个黑棋 两白棋两个子 棋太紧 就是白棋的呃 致命的一个弱点 啊 所以这个棋呢 呃 黑棋就抓住了 现在这个弱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街上 街上白棋只能走这里 然后黑棋往里面送一个啊 黑白棋只能吃 然后白 黑棋在点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那个白棋整块棋呢 就已经不活了 以后他如果走这儿 这个就断掉 是吧 然后呢 他如果接这个的话 就是就搬 这个就 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呃 所以这个棋呢 呃 他是没有什么别的反击的 好 我们介绍了这个型之后呢 呃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就是呃 到现在为止呢 呃 最为精彩的一个变化啊 请大家注意 呃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这个本图呢 也是选择这个时代收官片段啊 看上去是一个很普通的形状 但是这里面的定型次序很有趣 很有讲究 大家呢 也可以在这儿呢 呃 凭自己的第一感 就是该如何收官 再思考一下 下面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 普通的这种感觉 普通的这个 最差的一种下法 就是直接呢 就把这个 搬掉 啊 这个搬呢 确实呢 呃 确实也不小吧 就是 呃 如果要算 因为你不搬 对方搬接是先手啊 如果算起来这个呃 还是挺大的 但是呢 这是可以说是最差的一种收发 那是收官方法 啊 这以后呢 白旗他知道自己这里有个弱点 所以他把这个给补上 补上之后呢 他脚上这个空的有十一目 啊 而且呢 以后 呃 他搬这个的时候呢 你还 他还是他的权利 啊 你如果要退缩的话 不敢打结以后 他这些地方啊 他这些地方还有很大的这个余力 啊 所以所以这个 你看他脚上成了十一目以后 在下边还有斑的这个 呃 很大的这关子 啊 这个 呃 白黑旗是很失败的 啊 那么我们再动一下老金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跨一个啊 跨一个之后呢 然后再叫吃啊 逼迫对方接上 接上之后 然后再来搬接啊 这个比刚才那个图呢 有所进步 就是通过斑接之后呢 这个 白旗还是要补一个 同样是白旗的后手 但是呢 黑旗他这样的收官的效果比刚才要好 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呀 他 斑呀 就让 嗯 黑旗 黑旗让白旗 嗯 就就是白旗这个斑呢 多少受到黑旗的一些限制 因为现在他是赶 赶这么下来 因为你这个节不太敢打啊 这个这个因为提了 他可以带下 提啊 接着提这个 呃 五个字啊 如果再把五个字提到 提到的话 还会起到脚上的似乎 所以实际上这个搬呢 他是很难搬到 啊 就是很难呃 接上 但是呢 他以后收官呢 他还是有个好处 那就是白旗可以 搬了之后呢 然后再提掉 当你提的时候呢 他以后呢 他跟你打这个节 你如果打不打不过 那个节的话呢 那么黑旗就只能够接上 啊 这个就是呃 黑旗这个空呀 如果打不过这个节的话 黑旗的空啊 还是要往里面缩两目 啊 所以啊 这个地方啊 嗯 黑旗啊 还还不是最佳的收官方法 虽然比刚才要强了很多 那么在这儿呢 还是要进一步的动脑筋 啊 就是呃 黑旗的这个收官啊 还是不够完美 虽然呃 经过了一些改进 好 在这里我们看看 最为精致的收官方法啊 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呃 这个定型的欣赏啊 我觉得这个旗非常的有趣 呃 当打了这个之后呢 黑旗还是不要去简简单单的 把它搬接掉 再往里面爬一个 然后再立这个手术呢 非常的绝妙 非常的精彩 因为他立了之后呢 你这个黑旗没 你这个白旗也没办法啊 你肯定 因为你下边就有两气了 你你只能立啊 只能立 否则的话 对方在下边立的话 这个黑旗 黑旗对沙边的有利益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旗再来搬接立 黑旗再来搬接立 这个白旗还是不不敢怠慢呀 他还要吃呀 因为这个如果是呃 白旗敢脱鲜的话啊 那么黑旗下一手叫吃 然后在在这个顶住之后呢 这个白旗就全部被这个黑旗给灭掉了 因为白旗这个也不如子啊 两边都不如子 实际上是个假双火 因为黑旗呢 以后可以在外面收起 把这块吃到再吃早上 所以双火也不是 所以呢这个黑白旗呢 他就只能够还是继续硬一个 那么黑旗这个收官的效果 就比刚才还要强很 就要强很多了 他强的强在什么地方呢 他强啊 就强在以后 黑旗这个力啊 很有可能是先手 虽然不说他是绝对先手 但是他有非常 有力的后续手段 就是如果他以后力的话 你如果是硬一个的话 是吧 他这个下边这个 我们开始说 说的这个 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两目啊 已经黑旗已经确保 而且黑旗以后 走这个的时候呢 白旗以后还要在里面补 那么他脚上 就变得就不是11目了 不是开始那种定型的11目 他是变成就10目了 这样这个黑旗不仅下边的这两目手术了 而且白旗的空还收到了进一步的压缩 那么我们看看 如果是白旗这个旗他不走 他如果拖先怎么办啊 比如说他如果是拖先的话怎么办 那么黑旗现在他是有办法来制裁这个白旗的 他这个旗呢 他就直接在这儿叫吃 然后呢 你提的时候呢 他叫吃 那么你当然要这五个子 是吧 然后接上 接上之后我们看到白旗的气就非常的紧了 然后当黑旗叫这个的时候 白旗在街上的时候 黑旗竟然可以在脚上做出一个双活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手段就变得白旗就早上就没什么木了 本来有个石木 现在如果算的话 恐怕只能算出个两木出来吧 就是按日本的商量 所以这个图啊 我想呢 让给大家留下这些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再给大家摆一下 爬了之后 然后再立 然后呢 他只能够你再搬接 他也没商量 因为他如果敢拖先的话 你再叫吃 把他局部 他现在呢 还是没有活 那么他只能够叫吃 然后呢 这个漆泥 最大的便宜就是以后这个立了之后 把有脚上 还有后续出动 他如果硬一个的话 以后走这个 他还要补齐 脚上他的木呢 也没有开始的变化出那么多了 而且最关键的呢 是下边的这个黑旗把白旗全部完封 至少这两木是绝对是确保了 好 那么各位旗友啊 这个旗行非常有趣 希望大家呢 玩啊 通过这个玩味啊 能够继续啊 如果在实战中能够得到应用的话 那就更加快乐的事情 好 那么讲到这个旗行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隐形 这个图呢 也是啊 这个实战中也 也是很可能出现的 看上去呢 这个地方呢 白旗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旗很坚实 但是实际上里面呢 还是有 黑旗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施展手段的空间的 好 首先看看这个图 如果是一般的 呃 就是普通的俗手呢 就搬一个啊 认为这个 这个是普通的手关 但这方列了之后呀 这个脚上 它至少 它是可以点 就是 确定的是六木 啊 这个是不太重 老金的下颗 啊 这个变得 就随手一般 这个黑旗 白旗就是整整齐齐的 就是变成六木 啊 所以 我们再看看这个最好的手关方法 啊 最好的手关方法呢 这个旗呢 是 点一个 这是最好的手术定型的方法 点这个的时候呢 嗯 这个 点这个的时候啊 这个 它的本手呢 是接上 接上之后呢 这个白旗 黑旗把这个 吃掉 啊 它还只能够啊 把这个 它只能够把这个 补上 补上之后呢 然后 可以搬一个白旗 这个就是 变得 白旗呢 只有两木了 那么 它是不是 在这儿呢 还有什么 一些 别的变化呢 我们看看啊 嗯 它这个旗呢 看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变化 就是 嗯 我想呢 肯定有 有旗友呢 会想到这个旗呢 为什么不能够接上呢 这个接呢 肯定是第一杆 但是呢 这个接呢 要计算到这个脚上呢 它有 更为严厉的手段 啊 你接上的话 虽然是寸步不让啊 精神可嘉 但是这个旗呢 你要考虑到严厉的后果 它断了这个之后 然后再走这个呀 它是非常好的一手旗 如果你敢立的话啊 它这个旗就变成 一个节征了 而且这个节征呢 是 黑旗非常轻 而 白旗呢 这个旗如果是 打不过的话 就整块旗都要死掉 黑旗只是 烧损一点而已 所以这个是黑旗 当然了 你可以换一种打击的方法 就是这种力肯定是 最坏的一种下方 你也可以提 但是提的话呢 你也不能够避免一场接征 因为这个以后呢 你提过来之后 如果它打击 它提过来之后呢 你这个旗你不敢接 你还只能够走到这儿 然后实际上呢 还是避免不了 这个打结火 那整块去打结火呢 当然呢 还不如损点关子啊 做成两目火 两目近火 所以这个地方呢 接呢也是不行的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想 就是说这个旗呢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呢 立一个呢 但是立呢 也没什么意思 立了之后 它断的时候呢 就马上就产生了一个照双吃 所以呢 这样你更损 这样你更损 你接上接上之后 虽然你可以获得一个先手 但是呢 这个被提掉四个字 也损失到十几目 从关子角度来说 你要在在这种局面下 再去什么盘面上 找个十几目的关子 恐怕不太不太容易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旗你只能够委屈着两目作活 所以刚才那个两目作活呢 是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变化 那么那么黑旗呢 当然就收获很大 本来你如果按普通的这种角上 这种斑呢 对方可以成扎扎实实的六目旗 而你通过这种点了之后呢 这一旗呢 就搞得它呢 就只剩下两目旗 而且呢 黑旗还得到了一点附带的利益 就是下边呢 还以后还可以 这个子呢 黑旗也把它给留下 这个一点点利益吧 当然主要的问题是六目变两目 这个地方呢 可能利益收获不大 因为黑旗呢 它虽然留下了下边这个字 对方的原因是三目的 特别人 是三目的 这个还需要 就是三目的 那边 三目的 有点 感谢观看